大陆国台办在10月最后 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 国台办的副主任刘军川 他开始谈到说 统一之后台湾的财政如何如何如何 台湾人并不知道 在两岸分治的状况下 在台湾成为现在此时此刻 根本是美国的半殖民地 是美国用来打中国的一个棍子棒子 现在这个状况下 台湾在流什么血 台湾人如果知道了 同意以后你不用流这个血 现在流什么血呢 台英文上台以后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要讲说有多少万的军人 你养这些军人 人事行政费用这些怎么样 你不管光是跟美国买军购 五年来买了上兆元的台币 大陆的用法是用万亿 那你想两岸分隔72年 台湾是花了多少个兆 不多了 乘以10就好了吧 50兆 再打个折30兆台币 更可怕的是还在未来 明年2022年 蔡英文提出来 要跟美国买多少军购 8400亿台币 蔡英文为了选举搞了一个前瞻建设 8000亿好大一笔钱 还要借贷多少 那买军购 8400亿一下就花了 如果没有两岸分支 你不用被美国要挟 不用去向美国进贡 就再留子孙了 我们每天讲一点 你每天讲一点就好了 现在12月有四个公投 这四个公投 现在是在野党跟民进党的对峙 其中一个叫做重启核四 第二个是反莱猪进口 第三个是公投榜大选 第四个是珍爱藻礁 珍爱藻礁 这是环保议题 反莱猪进口 我老百姓 我不想吃瘦肉精 这是基本人权吧 阿米兰不管 他在野的时候 他说完全不能够有瘦肉精 重启核四 这个也是跟环保有关的 也跟核能安全有关 那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是反对核能 还用激进的方法去用 那就很奇怪 除了说所谓的进步思想 环保以外 民进党干什么事情 没有利益 当然有利益 可是从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就要把它干掉 原来民进党还有很多金主 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人 投资了所谓的绿色能源 请问一下 大家去把那背后的财团 太阳能发电跟风力发电 有多少是民进党的金服 有多少是民进党自己人 你就比照高端疫苗的模式 那里面是多少的利益 那你不要核电 太阳能跟风电又是不太稳定 一下子拉不起来 你需要什么 那就需要有个很稳定的 不管你刮风下雨 都可以发电 那就是煤炭 所以你看台中啊 现在火力发电 所谓的火力发电 就是用煤炭发电 还有燃油发电 另外一个是天然气发电 台湾有没有天然气 没有 所以你就要向外面买天然气了 那你买天然气呢 那你还要建一个接电站 就建在有藻礁的这个地方 所以叫三阶接电站 所以现在要公投说 这里可不可以盖接电站 这个接电站一盖了 那个藻礁就影响了 就破坏环保 那你美国不是每天在支持这些环保分子吗 可是现在环保的利益 美国你鼓吹起脑台湾 我们要支持环保 对我也支持 好 那这个环保跟天然气这个接电站 强迸了 蔡英文上台以后 就跟美商签了约2700亿 20年蔡英文的政策处处都是钱 所以老百姓永远不知道 我损失了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流血流了什么 我损失了什么 我被剥削了 这个就是统一以后 跟统一之前会不一样 那蔡英文这一次 又要把四个公投打成抗中保台 而蔡英文要把人民反来租 讲成人民反美租 你美国是有一部分的租肉 是没有租肉筋 我们指定要吃 不含租肉筋的美国猪 有什么不行 反来租不反美租 当美国不含租肉筋的猪肉 来台湾跟台湾的 不含租肉筋的猪肉 公平竞争我可以接受 而且要标示产品 我就是爱吃台湾猪 怎么样不行吗 这个就是蔡英文他们可耻 扭曲说谎造谣耍流 同意后 还荣得台独这样恶高 澳大利亚本来跟法国有六百多亿的买潜水艇订单 注意啊 这个潜水艇是传统动能潜水艇 结果半路被截胡了 竟然美国英国要卖给澳大利亚这个规模的潜水艇 而且是核子动力潜水艇 这个是震惊世界 澳大利亚本来就跟法国有一个合约在 你今天毁信北 所以马克宏不高兴 法国的总统府爱里赛宫就说 马克宏总统今天在电话里面告诉澳洲总理莫里森 浅见了合约 这件事情呢 你伤害了两国的互信 澳大利亚 你要赶快采取具体行动来修复 你跟我签了约你不走吗 第二个 你真的不走这个合约 你从哪里招呼给我六百多亿 29号 美国总统拜登呢 就跟马克宏见面 试图要平复两国之间潜艇的事情 马克宏说 澳大利亚总理 你在潜艇这件事情 你从头到尾对我撒谎 你欺瞒我 你没有告诉我 你偷偷跟他们搞什么 拜登做什么核四老 跟英国你密谋 伤害我法国的人啊 我心里在想想 但是马克宏 也不能够去公开骂拜登啊 他心里面是如何的愤怒啊 澳大利亚的副总理 乔艾斯竟然受访的时候说 哎呀 法国啊 你反应过度 这只是个合约啊 我也没有偷你们的岛啊 我也没有损毁爱菲尔铁塔 合约就是条款跟条件啊 也会有终止合约的选项啊 我们只是终止合约而已 轻描担心 你想想看 澳大利亚现在不但是对中国非常过分 他也那个口气对法国之轻蔑 这是为什么 只是因为这600亿麻合约吗 他买都是买 为什么不跟法国买 要跟美国买 因为跟法国买是传统动力潜见 跟美国买的好处是 我可以拿到核子动力潜见 核子动力就可以发展成核武器 所以我澳大利亚对我来讲 我是从没有核子变成我有核子武器 这一步跨的核起之大 所以我更要巴着美国的大腿 所以跟西方人打交道 你要非常清楚 要非常了解他们内在的问题 不要傻傻被他们骗 从法国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为了潜艇而产生的纠纷 要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西方国家内在的统治 我觉得美国和蔡英文 也不要想多了 现在美国的政策 对大陆政策最大的改变就是 因为大陆冷着他 不理他 从拜登上台以来 到现在 所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各个层级的接触 无论是王洁篪跟布林肯 还有苏利文 王毅的会谈 或者是后来各种的接触 没有一次 不是因美国之邀 因美国之邀 我去跟你谈 因美国之邀 我接受你来访 因美国之邀 我跟你通电话 因美国之邀 我派人出去 在瑞士跟你美国谈 反正从来中国大陆 没有主动过 中国大陆的政策就是说 我已经给了你两份清单 我已经给了你三条底线 至少在你两份清单 还没有回答之前 三条底线 没有完全尊重之前 我是不想理会你 所以中国是采取 冷处理的方式 因为中国可以拖 但是美国没有拖的本钱 他现在内部问题重申 所以他急于想要找个突破口 来把向下不断跌落的 这个拜登的民意基础 能够拉上来 很少有美国总统 在就任第一年 声望会跌到41% 甚至还一度到过38% 像这种情形 几乎没有 所以拜登 你看他这次去 这个罗马参加20国峰会 被安排在第一排的 最边边上的一个位置 以美国这个大国 有这种实力来讲 被安排在那样一个位置 真的是很大的羞辱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拜登就想要 跟习近平见一面 想沾点习近平的光 能够拉抬自己的身世 但是习近平我想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 年底他跟习近平 美国放话的有拜习会 就是视讯通话的会谈 我认为可能不会成真 老师这样讲以后 其实很清楚的看到美国现在 那个感觉就是他在弄台湾东西 感觉就是好像在朝大陆丢东西 有没有 看你理不理我 要你来理我啦 对对对 你理不理我 你理不理我 大陆不太理 所以美国就会一直玩火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 美国现在干的事情 是完全违反建交三公报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可是美国又自己发明一个 我的不是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美国叫做一中政策 然后说我们这个一中政策 就包含了建交三公报 又包含了台湾关系法 还包含六大保证 然后美国又通过什么什么台北法案 国防法案什么东西 就完全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是完全违反建交三公报 一个中国原则 蔡英文自己接受CNN专访 然后公然作为第一个承认 说美国在台湾有驻军的台湾领导人 背后如同老师说的 一定是美国知情 美国同意 甚至可能美国受益 他就做了 不然的话他绝对没那个胆子 而且是CNN出来 大陆是忍无可忍重新再忍 因为我现在我有我的整盘棋在下 大陆是在下一盘大棋 那我不想因为你改变我的节奏 但是美国就是想要把大陆 逼到悬崖墙角 用台湾来逼大陆 因为用香港没得逼 香港国安法以后 什么人权团体 对 他把在香港的这些间谍都撤到台湾了 美国现在感觉就是 每天都已经踩在红线 越过红线了 那么大陆每次就是出来反驳 大陆当然不能够随便 随意的被美国所影响 可是美国这样的做 不断的做 最终会达到一个 在国际上怎么样的效果呢 会不会国际普遍就会接受说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你中国就是在霸凌 台湾就是跟我们一样 有民主人权 这个是我们西方价值体系 所以台湾就变成 跑在前面 帮着西方价值体系来对抗 来反华反中的第一线 确实美国因为它是老大了 所以它的宣传在国际上 确实是会影响很多国家的政策走向的 所以像你看现在在欧盟的话 至少去年好不容易谈成的 中欧之间的全面投资写定了 现在被割在那儿 那再加上现在立陶宛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 非常不好 即便议会提出来审这个案子的话 会有很多阻力 还要通过这个27个会员国 每个国家的赞同 那有一个国家不赞同不行 所以这样子的话 协议的前景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不明了 所以美国的作为确实对它的盟友会有影响 但是对其他的比较不想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国家来说呢 他们就是觉得为难 但是不会支持美国 你比如说像这个东盟的国家来说 他是利益取向的 他不希望去搞政治 更不想要碰这个军事 所以他们就是说 你们中美两国最好 想安无事 不要来逼我选边站 中国是没有逼了 但都是是美国在逼 那么就算美国的盟友里头 其实也有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 不会完全受美国的影响 比如说法国来讲的话 或者现在美克尔还没下台的德国来说的话 他们是希望要走欧盟自主的一个路线的 因为欧盟成立的原因就是想要在两大之间成为顶足而立的第三个 当年他成立的时候是美苏两强 原来很强盛的欧洲国家等于是产胜了 之后他上市了殖民地 国力大大减弱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说 我们要建立欧洲合同国 我们自己不要打了 这样我们才能够集欧洲全部的力量 去跟美国和苏联来抗衡 所以欧洲走自主的独立外交路线 或者军事路线 在欧洲内部一直是有支持的 当然这个要做到要落实是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我们现在显然的可以看到拜登争取他的欧洲盟友政策 你可以在二十国高峰会里头可以看得出来 欧盟几乎是摆了拜登一道 拜登本来是想风风光光出席这个罗马的会议的 结果被摆的一个脚踏烂里头 那就是欧盟对美国的一个态度的显现 我觉得它要影响所有的国家是不容易 但是影响部分的国家是存在的 刚才我就点出来 就是说第一个国际结构 是已经不容美国来轻易的撼动 就垮掉重新建构 美国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第二个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 也不是所有的国际社会都接受的 绝大部分国际社会成员是不接受美国这种 处处干预他国内政的这种政策 在这一点上头 中国的不干预政策 这是国际法上头最重大的一个政策 你要标榜各国主权平等独立的话 你就是不能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所以这一点上头呢 中国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头 同时呢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看趋势 为什么我们中国有什么推背图 有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我们是看趋势的发展 那你现在看趋势的话 东升西降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打不住 所以像汤恩比英国的历史学家 他会说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 更清楚一点讲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带领下 整体的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这些地方 都跟着就是实力都起来了 所以这个趋势东升西降 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 走到民粹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可以说是已经凸显了这个民主制度 在治理上头的困难和无能 再加上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一个领导人 并不一定是真的英明的领导人 你看我们美国前面选出一个疯子 川普 现在选出一个有点痴痴呆呆的人 我觉得现在拜登的许多政策 拜登自己 我觉得他可能独立思考的能力 已经不够了 第一个就是年纪大了 第二个他不知道就是说 21世纪的20年代 已经不是你当参议员的 20世纪的90年代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你不能够用2030年前的思维 来处理你眼前的难题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民主制度选出来的领导人 不一定是很有能力的 现在民主国家里头 哪个国家治理的是好的 哪个国家不出大问题的 很多都是出大问题 特别是美国 今天财经是问题 通货膨胀不能解决 国债不能解决 然后疫情不能解决 这个气候的这个问题 欧洲人逼你逼了那么久 你现在也还是没有办法提出 一个像样的预算出来 解决气候问题 你还一天到要中国大陆让步 这没有意义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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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